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私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我們一開始,探討香港問題 詩先生,隨著香港政制改變,變得行政主導 很多人都會相信,過去一些長久困擾香港問題 有機會得到解決,例如土地問題 上星期有報道指,廉署拘捕丁權或丁權的發展有關的人 涉嫌了一些違法行為 很多人都會視為,會否政府開始解決土地供應問題 詩先生,你怎樣看,例如填海、丁權、棕地 有沒有可能在新的遊戲規則之下,得到解決 你將兩件事拉在一起,不是很合理 你現在好像說法庭配合政府的需要去拘捕 這是連傳兩件事 丁屋的問題,其實是之前另一宗案件的魚波 可能有一些人觸犯了房子賄賂條例 而這些問題都牽涉到一些丁權的問題 但是傳媒就簡單化,說兔丁 所以就拘捕了 其實兔丁不一定犯法 問題可能是他們在兔丁的過程中 有時為了手續方便 可能給了一些利益,地政署官員 或者為了手續方便,填寫表格的時候 作了一些虛假的聲明 這樣才不對 新界的原居民,有權在土地上建屋 其實是在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 已經有的,是人家本身的權益 我見社會上有些說法 出手,以後新界的原居民可能不可以 甚至建丁屋,我認為完全不了解情況 亦不會出現 有些人說,很不公平 新界人又有丁屋建,我們又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 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屋 在英國人來香港之前 中國的土地運用上,沒有英國人管得那麼小 沒有分開屋地、農地、什麼地 總之,那塊土地是我的 我喜歡建屋就建屋,我喜歡種草就種草 養豬就養豬 是土地擁有者自己去選擇的 英國人來了之後,才登記土地用途 這塊土地是曬谷地,這塊土地是住屋的 才會分開屋 所以,新界人一向都有在自己的土地上 建屋的權利 只不過後期限制,只能夠難忍建七、八尺三層 其實某種程度,新界人的權益被剝削 就不是剝削了你們的權益 市區人說,他有丁屋,我沒有丁屋 很不合理 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屋,是一路都有的權利 有些人說,修改基本法,讓他們沒有 不可能,基本法如果是剝奪了別人的私有產權 和原則要保留香港做資本主義社會 保護私有產權 相矛盾,一定不會作這方面的修改 這些是別人的東西 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夠立法剝奪別人的私產 所以應該不會出現 現在,北京會不會在接下來 要特區政府做多些事情 去解決房屋問題 我覺得是一定會的 因為這個也不是只是北京的想法 我們在香港做過 之前做過一些民意調查 都說市民最關注的問題 是房屋問題 當然我也明白 不是解決房屋問題之後 其他政治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是解決了房屋問題 可以改善民生 減少市民的怨氣 亦可以在香港提供給樓下的人 有一個安居樂意的環境 政府會趁現在行政主導的機會多些 順手解決香港存在已久的老大難問題 師先生,你會有些具體的建議? 譬如增長的問題、供應問題 有什麼短期內可以解決? 例如明日大月比較長蝕一點 我的意見,很多地方提及過 最簡單的就是增加地積比率 只要將地積比率提升一點 立即不用找地,也要多建更多樓 譬如新界很多地,地積比率都比較低 即使舊區的地積比率,加多兩倍 市區重建,要趕快進行 讓市區重建建更多面積 建更多面積,不是送給市區 建更多,要補地價 政府又可以增加收入 不需要開發,就是增加收入 以前這些意見,都會遇到一些反對 你建更多人口密度 增加,建了一些樓,遮住三隻線 我跟基層說,你們這些傢伙 有,看三隻線很重要 因為我窗戶都沒有 你為了看三隻線,就叫我住劏房? 當然不合理 先優先,建了樓,讓他住了 看不看三隻線,遲些才算 另外,人口密度高了,影響排污,影響交通 增加地積比率,不同於增加人口 不會因為增加地積比率,人會增加 不會因為增加地積比率,排泄也比較多 不會的 所以整體香港的排污,不會增加很多壓力 即使交通,沒有增加人口 交通負荷,整體不會增加 只不過,這邊多一點,那邊少一點 作點調整,就可以鄧民 所以我認為,增加地積比率 是最快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方式 立即有土地供應 除了增加面積比率 如果政府更加積極發展一些非住宅或農地 可能會對供應有幫助 我知道,C基金金正有傳統股,與地產有關 有沒有香港莫房地產股,有機會受惠於這個改變 香港大家有留意的地產發展商 他們對土地政策,非常敏感 很多已經有所無處 大部分看到,比較大的發展商 在農地上,已經有一定的儲備 大家看看,他們的廉告 其實都有公告 尤其是新界區的農地、棕地 本身有一大堆的儲備 假設,如果香港的土地政策 過去,香港的土地是有限制 但很多是制度上的限制 如果有改變 農地可以加速或在規劃上,變成住屋能夠發展 例如新農基、新世界恆基 本身都是一個很大的受益者 他們一早就買了很多農地 等待機會重建 有一些意見,就說他們團職土地 不發展 其實大部分政府未讓它發展 一個就是,它未有規劃容許那裏 作市區發展 另一個就是,即使容許 所以,為了補地價問題,或者一些程序問題 拖拖拉拉,也無法解決 其實如果政府想,地價下調的話 自己首先要願意收少些地價 自己拼命要收高地價 你會說,這樣就益地產商 你多益幾家就不益它 你只要益一家就得益 多益幾家就多些供應出來 多些供應出來,賣樓便要減價 所以政府其實是擁有很多權力 可以主導未來的供應 亦都可以控制到地價,控制到樓價 一定的比率 我認為政府如果積極一點 就不要只讓一些技術官僚 只懂得跟現有的樓價比較 然後去定價 而是 為了將來的社會需要 一起調低的地價 其實是有能力做得到的 我傾向政府在這些政策上 應該主導一點 不是只懂得跟著樓價去定地價 政府主導一點的變化,可能會更加大 但都可以問到 如果這些發展商的農地轉換成建築面積 會否令到他們的政值提高 或者投資價值高 當然,如果你看回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因為近幾年,香港土地經營很少 如果看面積,在香港的住宅土地儲備又不高 但農地又很多 所以,如果很多農地只要一成能夠加速轉換成住宅 其實影響很大 尤其是,很多農地的成本 可能未必是幾元 只有一百元樓下,只有幾十元一呎 如果香港平均的樓價 都要花幾千元 它要補地價 政府不會讓它就這樣轉 香港現在用了在居住上的土地 只有7% 如果能夠將那些規劃做農地 其實已經沒有人耕田在荒廢的土地 開放給它做發展用地 供應即刻可以多很多 有些人說,益地產商 官商勾結 為何賣地給地產商 大佬,你要有麵包供應 也要有麵粉賣給麵包商才行 你又不賣麵粉給麵包店 麵包店,怎樣供應麵包給你 香港的樓,私人市場的樓 絕大部分私人市場的樓 都是地產商建出來的 居屋有一部分都是跟地產商合作 公屋不是跟地產商合作 都是跟建築商建 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 怎可以不跟商人有建立關係 空虛這些人不食人間煙火 政府會否加速發展,就拭目以待 土地供應亦有一個中長線 短期樓價或股票市場的利息 我們過去都討論了幾次 近來10年期的國庫債券 美國波動多大 令到美股或港股的變化很多 好得,我知道你有最新的修訂 是否認為長債息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大趨勢的息口向上是正常的 大家要記住,2020年是一個不尋常的情況 因為疫情令到收水這麼多年,再次放水 令息口不合理地低 到現在,全世界開始好一點 利率正常化,大家都預期了 不過,可能速度是比較快 令到大家,尤其是股市的感覺比較強勁 新經濟的股票,股值受到的衝力比較大 但我想,接下來的方向都是向上為主 問題是,這段時間這麼急速的話 可能大家開始猜 我們拍攝前科學施生說 究竟10年式升貨,現在最新是1.7 我們現在拍攝的時間是1.7 我想,過去一個月都升得很快 究竟是升到兩厘或兩厘半呢 或者很多人嘗試判斷,升到多少 才為之對整個股值有極度破壞性的影響 我可以講幾個我自己的觀察 第一,美國聯儲局,都不想強勢升得太快 當然,早幾天聯儲局的會議當中 都是出口術為主,不是實際行動 但政策方向,他們都不希望做這件事 我們之前有提及過,聯儲局要承擔成本 美國政府,即是財政部 如果息太高,他們自己又不作出 美國的企業,大部份負債都高 所以都不好 所以客觀環境,他們都不希望息口加得太高 這是重要的 他們不會說任去升,都完全不為所動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短期技術上,我都覺得是因為 現在大家的債券市場,是有少少過份反應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uncertainty 全球的債息突然升得很厲害 例如今個月三月尾,關於美國銀行金融機構 究竟還可以手上持國庫債券 我覺得這些是技術因素 令到這段時間,息口突然失控 現在的利息上升 應該是市場因素主導過聯儲局的意向 聯儲的意向,都是想維持2023年之前,都不加息 但是,隨著疫情過去,經濟好轉 有人覺得資金的需求會增加 經濟好,你要投資 另外,通貨膨脹 利息上升,亦都會看升 利息亦都會跟著會升 這些因素 令到市場的利息上升的時候 它都是在反映經濟狀況 包括經濟增長、通貨膨脹上升 但一旦利息上升,對整個投資市場 就會造成衝擊 現在的股市的回報,息率是很低的 尤其是一些互聯網、科技股 有些錢都未開始賺 息率一上升,即刻令到投資股票的吸引力下降 有些資金可能會流失 對股市有一定的壓力 這種情況,我相信 接下來,仍會主導市場 直到市場很確認 這次債券知息率上升,是見頂 這一刻,未見頂,市場都會繼續波動 有沒有可能性,亦可能是比較多投資者 最擔心,假如證明市場是對的 聯儲局可能是錯的 倒逼聯儲局,可能是限制未來的貨幣手段 令到股市更加波動 有沒有可能性 第一個圖像,大家要明白 聯儲局現在都在放水,而不是在收水 例如2018年第四季的情況,有很大的分別 2018年,聯儲局收水 而市場就不想聯儲局收水 市場的壓力太大 最後,聯儲局都跪下了 由收水變回放水 今次,聯儲局希望有一個寬鬆的環境 只不過市場的利息會上升 聯儲局,就算在最新的聯儲局會議中 都說了,他們加息的壓力非常小 不停地嘗試安撫下市場 最壞的情況是,通脹的情況 令到完全失控 但如果我們看到,具體的通脹數字 其實不是壓力大得那麼厲害 所以我覺得現在,所謂的倒逼聯儲局這件事 我覺得客觀上,就未需要帶過擔憂 應該說,聯儲局加息的意願是不高的 不是聯儲局想加息 但是,通貨膨脹,有人看會升 經濟亦都看好 加上美國又通過了1.9萬億的舊市措施 美國這些錢,都要在市場借 美國自己各庫空虛 一定要發債 發債時,對資金的需求上升 都有機會拉高利息 所以不是說,市場完全沒有壓力 如果利息在上,都有多少投資者 客戶都有問,觀眾都有問 傳統股的表現,今年是不錯的 恒指表現都上算OK 但是,科技股或科技股指數跌得非常多 這種叫做板化倫敦 會否持續持續? 隨著息口,仍然波動 還是你覺得,科技股差不多跌至低水平 其實都值得開始吸引 市場的資金喜好,今年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去年新經濟,又在平息下 科技股就跑贏了 傳統股,大家看著一殼眼淚 今年剛剛回頭 到哪一刻,能夠說這件事已經完結了? 其實我覺得是不容易判斷的 不過,你也要明白這件事 舊經濟,由於受惠,第一是經濟復習 第二是股值由非常低殘,有一個回復 雖然是股值跌,但大部份是結構性增長的股市 其實都是在新經濟方面能夠發現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年會說 你應該買了傳統股,不買新經濟 短期,過去幾個禮拜是這樣 但我覺得,私基金的操作是雙線行車 不要單邊,純粹是新經濟股 舊經濟股,在很多銀行等 你見到息息,如我們之前所說的 每一方,都會受惠 兩邊的情況,今年可能會比較平衡 但又不止新經濟,好像完全完畢 某程度上,都看得對 之前科技可能升過龍,有機會要調整 你認為會否,近來的調整有兩三成 暫時都合乎你心裏的底線,覺得差不多 之前,因為想著10年前債券的利息去到1.6 上次衝衝,去到1.6 就下來了 現在不單止,電到上次的高位,還衝破了 剛剛衝破了,很多人都估計,可能會上多一兩步 如果利息未見頂之前 科技股仍然有壓力 反而傳統,例如銀行 利息高了,息差大了 他就賺錢機會多了 科技股,很多都未曾點盈利 有些仍然在投資期 利息加了,他們的成本就會增加 如果說大形勢,我認為 這段時間,對科技股是不利的 可能有部份投資者會轉倉 轉的過程中 你的代價,如果你拿著它,就要捱一段時間價位 當然,整個世界來說,都是新興的行業 前景就好些 問題這些好的前景,過去在股價那裡 都反映得相當多 所以某一種程度 我認為,現在都需要保守一點點 C3 人,最有問題問號 應否應該撈底 跌了頗多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傾向跟紅頂白 去年大型勢,就是衝進去買新經濟 今年,我都覺得 兩邊有比較平衡,就容易一些 因為,3月初有一兩下 市場有一個比較短暫的恐慌 嘗試做一些高難度的撈底 是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撈底的動作 通常第一,高難度 第二,可能你的註碼也不太高 其實這段時間,我會見到一些 大家很喜歡問 新經濟資料這麼多,是否應該加回創 我自己覺得,未必是 各位觀眾,雖然看好科技股 但波動這麼大,接飛也不容易 大家要小心一點 今集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到網頁 或Facebook Channel,看看資料 我們下集再見 elements 明天 放後 我感覺到 仍知道 不是 你們 大家 你們 我們